乳房是不是全部都要切掉 每年10月是国际乳癌防治月 台湾乳房医学会 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与乳癌社团花样女孩gogogo 特别携手实力派演员徐伟宁 拍摄乳癌未教影片 呼吁女性朋友定期筛检 早期筛检早期治疗 面对乳癌不要畏惧 现在治疗已经更加多元且精准 透过早期术前辅助治疗 你不再只有全乳房切除手术的方式选择 更有机会保留乳房 维持好的生活品质 了解自己的治疗方式 与医师主动讨论 延续美丽精彩人生 才能留下最多幸福 对于自己检查自己的乳房状态的时候 其实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母亲就给我这样子的观念 就包括说你实时要检查自己的 你的外形 然后或者是有没有分泌物 或者是有没有疼痛感等等 这些都是在很小的时候都知道的事情 然后一直到 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到了27岁的时候 有一次在检查自己乳房的时候 突然发现好像有一颗像绿豆大小的 没有痛感 所以当时就及时决定说 那就要去照一下乳房 光跟超一波 那当时在等待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焦虑的 可是在经过这一番检查之后 医生跟我说可能是荷尔蒙的金钱增后群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双公母对于一个女生来讲 那是更重要的 如果今天早期发现我多多的爱惜我自己 我多多的检查我自己 其实就可以更多的防范于未然 台湾乳房医学会理事长陈首栋指出 目前乳癌治疗多元化而且精准 癌有不再只有全乳房切除手术的方式选择 透过早期术前辅助治疗的帮助 不但手术前有机会缩小肿瘤 也可以减少大范围乳房切除 或是免除淋巴扩清术 提升术后的生活品质 术前辅助治疗它可以让五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减少整个乳房切除的比例 增加乳房保留的比例 大概可以增加40% 那另外第二个是它可以减少淋巴清除的比例 它大概可以有40% 本来要清淋巴的可以不清 那可以避免要雨后的淋巴水种 第三个它可以预测病人的雨后 如果术前辅助治疗 总的说得很好 说得完全找不到癌细胞 它雨后是好的 如果总的不缩小 它雨后是比较差的 那所以第四个它就可以 等于是预测这个药效 那第五个它我们可以根据 它有没有残留癌细胞 那当成术后辅助治疗的进一步参考的资料 术前辅助治疗 其实最重要的呢 最常见的是术前化学治疗 跟术前的同时合并的标靶治疗 那标靶治疗 双标靶再加上去效果是最好 那当然也有人用术前的荷姆治疗 那它缩小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那最近呢 也加上了术前的化疗的时候 同时合并免疫治疗 那这样子也看到效果是增加的 那术前辅助治疗只要是肿瘤太大 那想要保留乳房都可以尝试 那当然呢 在乳癌的各种分类里面呢 更适合的效果更好的 那就是荷尔蒙是那种标白阳性的 就是喝吐阳性的这种肿瘤 或者呢 三阴性的 那这个因为这种肿瘤 术前辅助治疗 它缩小的效果是更好 那另外呢 病理科找不到癌细胞的比例 可以达到 如果是喝吐阳性的 它甚至可以达到60到80%的 找不到癌细胞的比例 那三阴性 大概40%到58%的这样报告的 找不到癌细胞 所以这两种type是最适合 术前辅助治疗的 罹患喝吐阳性乳癌患者的Tracy 它以自身的经历分享 透过早期术前辅助治疗 让它治疗过程顺利 也能保留乳房 因为我看了三个医生 那每一个医生 每一家医院 其实医生建议的方式都不一样 那因为我在寻求 第一家跟第二家的时候 两个医生讲法就不同 一个是建议先切除 那一个是建议先术前治疗 那因为当时对我来讲 其实是陌生也模糊的 我根本不知道 也不懂 到底为什么要先切 或者为什么要先治疗 我只知道我很害怕化疗这件事情 那后来寻求到第三家医院 医生就告诉我说 解释得非常的详尽 为什么要先做 术前治疗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要先去判断 这个药物对我的肿瘤 是不是有效果 如果对我的肿瘤有效果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肿瘤 甚至淋巴的癌细胞 全部打掉 那如果今天这个治疗 是有效果的 我切除的面积就会变小 我就不需要去做到全部的切除手术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淋巴扩清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们乳癌患者来讲 它是一个在生活上面 非常不便利的一件事情 因为两只手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那他甚至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举起 也没有办法行动自如 你可能术后在照护上面 其实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跟心力 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幸运 也谢谢医生 就是让我知道说 术前治疗的重要性 就是让我的肿瘤缩到最小 然后在手术的时候呢 我能够开的面积是最少的 然后保留到自己的乳房 让我现在其实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对也许他做了部分切除 可能不是这么完整 但是他还是我自己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今天这个活动 就是把乳房还给自己 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然后再过来的话 就是领巴扩清这件事情 让我完全不需要动到 我只需要取出11颗领巴 那这领巴取出来之后 又是完全病理反应 完全没有癌细胞 所以我才说这个过程来讲 其实真的非常幸运的 建议就是不管是年轻的女生 还是像我们可能已经有到了一定的年纪 因为我离癌的年纪是42岁 可是我知道现在我们在癌友社团里面 其实有很多可能20出头的女生 其实就已经有乳癌的状况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只要在星期过后之后呢 其实真的要自己早塞早治疗 因为你要定期的去做自我检查 你才能够发现到问题 那当然在我们发现有状况的时候 除了要找到有医员的医生之外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必须要就是做详细的检查 因为我当时第一年 如果就有做乳房摄影 不是只做超音波的话 我相信我可能不会到二三期 那如果说我在一发现二三期的时候 我又拖到的话 可能状况又会更严重 所以其实我真的还算蛮幸运的 就是说找到一个很好的医生 然后呢也让我就是治疗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的 也许过程是辛苦的 但是至少我现在愈后的状况是非常良好 然后只要持续的追踪 然后持续的就是打停经针啊 吃抗荷蒙药 其实对我的身体来讲 其实我现在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对 我们的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目前在就是病友社群里面服务的病友 大概有五千位年轻的乳癌病友 年龄大概都是四十五岁以下 二十岁到四十五岁 那可以想象这样的病友 她面对人生的冲击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今天的主题 就是保留最多幸福 把胸部还给自己 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年轻女性的病友 她其实会为了就是 第一个是害怕化疗 再来就是害怕就是胸部不是自己的了 因为这样的原因 放弃治疗的病友真的非常多 我曾经有病友她打电话问我说 米娜你已经做完全部的治疗 我三十二岁去的整理完 我做了十二次的化疗 十七次的标法 又做了三年的停经症 又做了全切的手续这样子 做了很多 她就问我说 你一路坐下来 有没有觉得这是很痛苦的 你会不会觉得撑不下去 我觉得不会 因为很感谢就是有就是 乳房专科的医师在守护我们 然后就是督促我们往前 但是很多病友其实并不知道 他们会很恐惧 对未知感到很害怕 那位女性打电话给我问我说 治疗真的这么可怕吗 我们跟她说不会 真的不会 你过了就过了 你会用来很短的这个辛苦 换来一辈子想做的事情 想要的幸福 那我还记得半年后 那位病友跟我联络说 欸米娜我跟你说 我已经做完治疗了 就是我都顺利完成 真的没有你讲的这么 就是真的不像我看电视 也这么恐怖 像电视连续剧都非常恐怖这样 他就说其实那个时候 我跟你联络的时候 我有考虑要清神 就是为了要躲避就是治疗 然后为了要躲避就是乳房的手术这样 那我们很感谢那个时候 我们有通上电话 也帮助他一起度过了 我们洗手度过了这个难关 所以在后段的胃教告诉各位怎么来处理 在前段的胃教我还是要重生 早期的预防是透过筛检 我刚刚告诉各位很多的实证 但是更早期的是叫做预防 所以怎么透过我们的运动 怎么透过我们的这个饮食 来调节我们的身体 最重要的我们要呼吁所有妇女朋友 情绪的稳定 心情的稳定 国健署提供45到69岁的女性 以及40到44岁有家族史的女性朋友 每两年一次乳房S光摄影检查 医师也呼吁妇女朋友要定期筛检 才能早期筛检早期治疗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